南投县去年参加全国国语文竞赛获得佳基 日前也在普里镇举办颁奖典礼的活动 承办单位普里国小校长钟升雄表示 110年度全国国语文竞赛南投县成绩非常优秀 感谢各级学校老师以及校长对于国语文的大力推动 而今年的比赛在新竹市来办理 关于选手的训练等一系列的活动 也由普里国小来规划 期待今年的比赛也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这次的成绩有22个特优 45个优等 然后11个甲等 国语文在我们小县市小三层 能够浓过到全国的那种是非常不容易 今年就在我们新竹市 我们由新竹市来办理 我们从国语文的分区 语文竞赛的全线 然后集训 然后这个做全国赛 然后颁奖 一系列的都是我们普里国小在承办 我们期待今年会有更好的成绩 县府教育处长陆振威表示 语文竞赛不仅代表同学们平日的努力 也代表一个县对于语文教育推动的成果 感谢老师校长对于语文教育推广的认真以及积极 希望借由这个基础上 全县各个学校都能够大力的来推广语文教育 语文竞赛它所代表的 不仅仅是同学平日的努力 也代表一个县语文教育的成果 那南投县这几年都能够在全国比赛里面名列前茅 又是可见说 学校老师在于推动语文教育上的认真以及积极 那这些的话也会带动学生在参加国中会考 跟耳后相关的作文能力等等方面的培养 那我们也希望基于这个基础之上 能够各个学校推动语文教育 副医长盘一拳 恭喜去年语文竞赛获奖的同学 以及参加社会组的老师们 期许今年的全国语文竞赛 能够再次掌握佳机 让线内的语文教育推展可以更进一步 记者陈伟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